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你只要告诉我 你要不要跟我们小姐分手 我抱歉 你不愿意跟我们小姐分手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 是要我喝到这一杯 不是 夫人 我知道您很讨厌我 但是我会努力地改变自己 我会让您喜欢我 认可我的 好了 你让我说多少 比你才明白 我已经很难很难了 我不想再说重复的话了 你只要告诉我 你要不要跟小姐分手 不要 是不是 好 那我就喝一下 我死在你面前给你看 你这干什么 你 要死也是我死 怎么能让您离开呢 哪有你这种人啊 夫人 那我先告辞了 你保重 你保重 这个死丫头 没想到这个丫头 到底精明的嘛 亲要关头的时候 她还反应得出来 她为什么 她为什么可以一眼就看出来 那是那管白水的 死得又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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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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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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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 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 做出了那么幼稚的事 什么 你怎么可以把十年前的剧本 原封不动地又演那么变 你当谁都是我们家刘刚 那么好上当 现在的孩子可不好骗喽 刘老师跟我讲 真的不是刘刚跟他说的 刘刚那么怕你 他敢做这种事吗 我说这个梁小区啊 他一脸看起来傻乎乎的样子 他为什么能够一眼 就看出来 我那一碗是白开水啊 妈 你就真那么讨厌他吗 我又讨厌他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的 这戏虽然失败了 不过我还是可以编出更好的剧本 只要他离开我们小姐 我什么事都撞得出来 我都没有人看起来 我妈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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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灯了 你走了 我向妳保證 我不再會是軟弱的兩小巨了 我會堅強的 妳放心吧 這個是送給我的嗎 我們這邊還有其他人嗎 有一股清香 好漂亮 我知道我為什麼送妳出去嗎 因為妳就像她一樣 散發著一股清香 而且勇敢又堅強 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女人啊 早上出席到現在不回來也就算了 中午飯也不做 就知道吃現成的 我公公到底喜歡她什麼地方啊 真是 我真是想 憑什麼她心想什麼 媽媽好 媽媽在做飯啊 你怎麼來了 今天不是星期六嗎 我剛才跟天磊出去約會了 本來天磊打算要在外面吃 可是我真的很想吃媽媽做的飯 就把天磊拉回來了 我們家天磊什麼時候說小麻雀了呀 什麼意思啊 你沒聽嗎 小麻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我看呀 她巴不得天天跟你在外面吃呢 媽媽你真的好幽默 不好意思我不習慣 好 好 沒關係 廚房油鹽太大 要不然你去客廳坐著吧 不 沒關係媽媽 我在這兒幫你忙啊 因為我一個人幫忙 我幫你忙 你肯定會好很多的 很輕鬆的 這個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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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洗菜 你會很輕鬆的沒關係 我說不用了 媽媽沒關係 我來洗菜 我來洗菜 我 對不起媽媽 我不是故意的工作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還好吧 行行行行行 不用不用你趕緊出去 我就是想幫你忙忙 對不起媽媽 我都說了不用了 我真是想幫你忙 我想都跟你見面 我想增進感情 你沒想到我要幫你忙嗎 不行不行 你別哭你別哭 我也沒惹你 對不起 對不起 別哭別哭 對不起 怎麼了 我們的孫媳婦 怎麼好好的哭啊 女婆婆欺負你 我說你少添亂啊 第一 不要孫媳婦孫媳婦的叫 她還沒嫁到我們家呢 第二 我沒有欺負她 你不要冤枉好人 這個廚房裡啊 只有你跟她 你不欺負她 她怎麼會哭啊 行行行 你愛怎麼想怎麼想 男人 真的不是媽媽的錯 我是想幫忙 結果就越幫越忙了 你不要壞媽媽 你真的不要壞媽媽 我說陳虹 你平時總說我 端著什麼婆婆的架子 你看看你 你這才有端架子呢 這孫媳婦還沒嫁過來 你就逼人家做家務 做家務什麼的 哪有你這麼餓的婆婆呀 你這樣下去 人家敢嫁到咱們好家了呀 我說過了我沒有欺負她 還有你不要好家好家好家的 對吧 我嫁到好家的時候 你還跟那個混蛋過日子呢 搞清楚這是 你怎麼可以跟我這麼說話 反了你了 反了我了 我 我沒反啊 我很好啊 我沒跟你 你幹嘛生氣啊 真是 你也屁死 你得跟我道歉 我是你婆婆 不可能 我又沒有做錯 我憑什麼給你道歉 婆婆怎麼了 你當個孫媳婦就 你就這樣教育人 你 你太不懂禮貌了你 我怎麼不懂禮貌了 你懂我禮貌嗎 天天口口聲聲婆婆婆婆 奶奶 媽媽 你得跟我說 奶奶奶你們別吵 都都是我不好 別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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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說話你知道嗎 你又天哪 我生生 你別吵我 不要吵你了 你拿我 怎麼了這是 眼睛紅紅的 我是不是很笨呢 什麼都做不好 還到處惹我 谁说我们雨昕笨了 我们雨昕都聪明了 对不对 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刚才 本来想到厨房去帮妈妈做饭 结果就是要抱着妈 惹妈妈不高兴 谁知道奶奶这时候进来了 她就替我打包护屏 那不良人就吵起来了 是因为这个 如果是因为这个呢 就不要再担心了 我妈跟奶奶天天都会吵 即使你不在 他们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吵 他们这样已经几十年了 我就见外不怪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反而是你啊 你眼睛哭得跟核桃一样 你看 丑死了 你说我丑 你才丑呢 我丑 你还追我那么久 谁追你了 你竟然是小处没 本来人家又打算不理你 是你赖着我的 方雨昕 我觉得你真的不应该姓疯 你应该姓赖吧 大白天讲瞎话 还讲得那么认真 还讲得那么自信 你说谁讲瞎话呢 快说 是你追我 是你赖着我的 你说 我偏不不说 你不说是吗 不说 这怎么回事啊 这打起来了 是打起来了 是打起来了 这怎么办呢 这这 不过 人真的是打情骂俏 真是 真是 年轻啊 真好 年轻啊 真好 谁说的呀 黄红恋爱更美好 你觉得呀 人到老了 更要珍惜自己的幸福 对呀 人家不是说吗 这个酒啊 越沉越香 是 喂 新女士 什么事啊 美院长 刚才陆家明的母亲 跟我来电话 说她家儿子 和你家雨昕的事情 她不再考虑了 为什么 那你回去问你家女儿雨昕呢 上次约好了 去见陆家明的父母 她却爽约了 而且她还迷迟地告诉陆家明 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说她的男朋友是她的同事 还是什么陆家明的大学校友 叫什么天雷 什么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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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昕 快乐 放心吧 奶奶 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你不要担心我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刚才还有 咯咯咯咯咯 "'来呀呢», 现在就开心了 人长得漂亮 性格也开了 天雷啊 真是好福气啊 好 你這個項鍊 真的好漂亮 這 這鑽石是真的嗎 我又說錯話了 董事長的千金 能戴假的嗎 喜歡戴的一件 真的就很漂亮 那就送給奶奶好了 不不不 這這不可以的 還有奶奶 你不要去給我的好運 來孫琦 謝謝你的 你不要擔心了 我幫你戴上 我 我看一下 好看 好看 好看嗎 好看嗎 太好看了 這 這不可以啊 奶奶不要客氣了 孫媳婦 以後啊 在這個家 有什麼委屈 有什麼事 都跟奶奶說 奶奶給你做主 謝謝奶奶 謝謝 真的太可愛了 真的 我去給你一點點 好 好 好 老公 老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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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你不能接電話 來人接電話 好 這個臭丫頭 真是 電話都不開 我就覺得他一定是有什麼問題 一定到我媽幫你跑啊 我往生死的時候 他還回來的晚 我還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那麼晚回來 他跟我說加班加班 哼 加班 加個頭來 又那麼班可教 這不相信 媽啊 雨昕喜歡天磊很久了 跟那個李堅志結婚之前 就已經很喜歡了 兩個人終於能在一起了 這是好事 你說什麼 你說我們雨昕喜歡那個好天磊 嗯 我的天啊 我 怎麼 他們好像怎麼跟我們家比啊 我們這兩家根本就是 門不當戶不對 她還喜歡她 真是憫苦 為什麼我們總是 總是離不堪那個那個梁小菊啊 再說 如果我們雨昕 如果真的嫁過去的話 我們還要跟她成為親家 我怎麼去拆散 梁小菊跟你弟弟 媽 為什麼我們談戶愛 你每次第一個念頭 不是祝福 而是拆散呢 你說什麼 都是你 那我有什麼關係啊 當然跟你有關係 你自己嫁不好也就算了 還一天到晚跟你妹弟弟妹們講那些 就亂七八糟的愛情觀 害得他們個個每一個都跟你一樣啊 學你的樣子 媽 你怎麼用武力娶鬧啊 那你當初跟爸爸還是自由戀愛呢 幹嘛偏偏干涉自己孩子的婚姻啊 為你們好啊 我是為你們好啊 為我們好 我看你是為自己好 你這個沒良心的孩子啊 你想算我話啊 我白殺你們是不是 為我自己好 我沒有壞你的話 你想做嗎 我沒有壞你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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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說兩句吧 到你了 媽 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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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回來了 誰又說你不高興了 又回來就拉著個臉 你去哪一個 我跟朋友出去玩了 拿一個朋友 說了你又不認識 那麽多幹嘛呀 你當你媽是傻的是不是 你是不是跟郝天愛去約會了 你現在跟他交好的不是 你怎麼知道的媽啊 我的天啊 你這個娘頭 你怎麼那麼傻呀 你跟傻眼睛什麼事啊 天底下那麼多男人 你就偏偏要去選那個郝天愛 那個郝天愛 我問你 陸佳比 陸佳比拿得比不上他啊 他比郝天愛好一千倍一萬倍 郝天愛哪裏不好了 明台大學畢業 又是哥的好朋友 而且呢 還是公司企劃部的經理 那人品好的 更是沒辦法形容的 你什麼意思 你還敢跟我頂嘴啊 你 我就頂了 不 你 你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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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話說 幹嘛打人啊 媽 女心已經那麼大了 打人不好啊 你女士 怎麼說兩句 我不管 我絕對不會和郝天愛分開的 我好不容易才追到她的 媽 如果要是因為你的反對我就分開 那我之前的努力都白費了 你說什麼 誰 你說什麼 你你你你你說什麼 你你倒是要好聽 對 媽媽 媽 你幹嘛還這樣可以嗎 道歉啊 不 誰讓她是不是在作戲啊 媽您怎麼樣了 雨欣 雨欣 媽 媽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李小柔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女兒 你道歉人家 道歉好天了 我丟不丟臉啊 我 不要我 我不要我了 太丟臉了 媽 媽 再生氣也要吃點飯啊 別像個小孩子一樣 不是 吃了什麼用 我吃怎麼會變成妻子 吃也是白吃的 媽 你講點道理好不好 雨欣已經交易了一次十百的婚姻了 她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幸福 你已經幫她選了李建制 錯過一次了 還想錯第二次啊 那個什麼什麼嘉明 她是不錯 千好萬好 雨欣不喜歡 有什麼用呢 你要是不愛爸爸 能跟她過一輩子嗎 我跟你講啊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大道理 我是絕對不會同意她跟那個什麼好天天在一起的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在我們家呢 在房間裡 噓 你爸回來了 你千萬不會跟她講雨欣的事情 你爸 不可以講 老公啊 老公你回來了 老公 辛苦了辛苦了 爸 去了 抓點時間給雨欣打個電話 然後收拾一下行李跟我去紐約 去紐約 爸 你為什麼非要強迫雨欣呢 她是不會去的 這次有我的她 不去也得去 我剛接到美國打了電話 江儀在那遇到車後 我跟小姐必須儘快趕回去 怎麼了 江儀在哪裡出車後 江儀在哪裡出車後 他他他他他 要不要講啊 他要不要怎麼樣 他要不要怎麼樣啊 好了好了 你不要慌 那個大夫已經說了 他就是右臂還有肩胛骨折 現在已經打了鋼筋 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 那他右手不會殘疾了吧 現在還不知道啊 應該是 大夫說 右臂神經系統受到損傷 估計拔出鋼筋之後 還要進行康復訓練 怎麼會這樣子啊 江儀一個人在外頭 還要衝衝禍 這就是小姐 這臭小姐 那如果他不回婚的話 他也不會下場這麼慘 好了 千萬不要再說這些沒用的話了 趕緊打電話通知遇見吧 通知遇見 通知遇見 快快 我的電話 我的電話 好 我知道了 你怎麼了 是我媽打來的 她說 張儀在紐約出了車禍 張儀現在怎麼樣了 她有沒有事情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小巨 我爸要求我跟她去一趟美國 說是不放心 張儀一個人在美國 想接她回來 幹嘛 你到底要幹什麼 幫你收拾東西 你趕緊過去 張儀姐現在一定很需要你的 是滿早的累積 不用著急 怎麼弄得急呢 如果不是因為我 張儀姐就不會去美國 然後她就不會出車禍 都是我害的 我對不起 張儀姐啊 張儀姐啊 張儀姐 張儀姐 都是我害的 是我的錯 張儀姐 我演得鋼琴 你又是第一個給我送花的人 我從來沒有談過戀愛 更別說是契約戀愛 你又是史無前例的第一人 方儀姐 方儀姐對我江儀來說 那是一輩子都難以忘記的 不管將來結果會怎麼樣 你別走好不好 爸爸走了以後 我就只有你一個人了 你為什麼走人離我那麼遠啊 儀姐 你甩過我無數次了 但是你記住 這一次是我甩你哦 我江儀就算再笨 我也不要留一個躯殼在我身邊 北美市場可以沒有你 但是 小菊 她需要你給她勇氣 好 我很快就回來 好好照顧江儀姐 你放心 一切不會有任何改變 你把我看見什麼人了 我現在最擔心的 是江儀姐的傷勢 而且我對你有信心 好 先走了 到了裡面會給你打電話 不用給我打電話 打個星期就可以了 國際床都很貴的 知道了 小七個 快走吧 來不及了 好 拜拜 拜拜 天磊 昨天雨昕沒有不開心吧 沒有嗎 怎麼了 她昨天不是在廚房裡 被你媽罵迷工嗎 媽 我怕她受不了 人家女孩子在家裡 叫聲慣揚的 你說跑到咱們家來受氣 謝謝 人家雨昕姑娘到咱們家來 你怎麼能罵她呢 我沒有罵她呀 她非要到廚房去 說要給我幫忙 我不讓她幫 結果越幫越忙 我就說了她幾句 什麼叫罵她呀 青鴻 這可是你的不對了 是雨昕是不是這個天理的 女朋友我們先不管 人家來我們家也算是個客人 我們對客人不是都得磕磕磕磕磕的嗎 就是嘛 人家孩子要幫忙那是出於好心 你這樣做讓她都尷尬呀 老公 來吃個雞蛋 好 老公以後你要記住了啊 每天一個雞蛋這樣營養 你講得還真周到 每天都說 媽你還真夠熱情的啊 陳紅啊 你是讚美我呢 還是激怒我呀 我激怒你幹嗎呀 可不就是每天都說嗎 我廢下來了 好了好了 來來來來 我我幫你撥一次啊 不用我自己來 來來來來吃個雞蛋啊 來來來去 要餵 嗯 來了來了 來了 來了 來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那些都是什麼呀 壞人啊 都是我的二手包啊 還有衣服首飾什麼的呀 這麼多 這麼多東西你都不要的啊 對啊 反正我多的衣服也很多的 都不用了 拿去吧 嗯 你有一天這也太浪費了 這麼多東西都不要了 這些都很貴吧 還行嘛 有機買的也有幾千的 幾千 一個包幾千 怎麼了 這很正常啊 你不會以為這些都是路邊的泥攤貨吧 哎呦 只有這種品牌貨的二手才會很值錢的呀 那這些要在網上的話 那多少錢呢 你看著辦吧 哎不過你不能賣得太便宜啊 不然呢 人家會以為是山寨版 送套版 就是法貨 兩小群呀 真是個土豹子 奇怪 我怎麼會看上你呢 哎 這個裙子怎麼都差不多 只是顏色不一樣啊 你以為是新款嘛 所以我每個顏色都買了一條啊 那你為什麼不要了 不太喜歡啦 不喜歡還買 因為是新款啊 所以我才買的 哎 我覺得蠻好看的 為什麼不喜歡呢 挺好刪的 你看啊 他那個袖子好爛 好露鎖的 當去買賊長條 拿去賣吧 可是可以改一改這 我再買新的不就好了嗎 我幹嘛還要改來改去呢 多麻煩啊 拿去賣了吧 這個哪有新款 這改改還蠻有看的 可是 這從來都沒有穿過的衣服 就當二手了 太不高興了 哎 小菊 你先忙了吧 我先回去了啊 好 謝謝 沒事 拜拜 這也不舒服 你先忙吧 坐 爺爺 小菊 小菊啊 大師傅好 你好 小菊啊 是什麼風把你吊來的 我今天來 找爺爺幫忙的 找爺爺幫忙啊 那不幫忙的話 就不找爺爺了 不是不是爺爺 這不行 好了好了 跟你開個玩笑的 你別那麼緊張 來來坐坐坐 老高 你去買個飲料給小菊喝 不用了爺爺 我不渴 你別那麼客氣嘛 難得來爺爺這裡是不是 老高 去買個飲料 好 怎麼樣啊 你今天來找爺爺什麼事啊 我今天來 是想讓爺爺看看 這些裙子 應該怎麼改呢 這麼漂亮的裙子啊 等你打 不是 是語心小姐的 她一口氣就買了好幾條 又不喜歡 我就想讓爺爺看看 幫忙改一下 我說你們這兩個孩子 這個性差這麼多 這語心啊 從小就在那麼好的環境裡面 長大去 買東西啊 也闊氣 是不是 都不曉得以後 我們家天蕾啊 養不養得起她 語心小姐 雖然有點浪費 但是她沒有什麼 大小姐的架子的 而且她真的很喜歡天蕾哥 我想她以後會不會 天蕾哥慢慢改變的 你放心 語心這孩子 我也很了解她 既單純也善良 是不是 他們兄妹倆啊 都很優秀 你的語心啊 也很好啊 爺爺 好了 好了 來 跟爺爺說 這些衣服啊 你打算怎麼改 語心小姐說 她覺得這個裙擺太長了 這個袖子也不太好看 這裙擺要是比較長啊 我們是可以把它給剪短一點的 那袖子的話 要改成無袖的嗎 可是有四條啊 如果都改成無袖的話 那就沒什麼意思了 可是要怎麼改呢 爺爺 這樣啊 你看這一件啊 我們把這個袖子底下呢 開一個口 這樣子的話呢 它的設計感都比較不一樣 是不是 然後你這一件的話呢 你如果把它的裙子呢 剪下來 打折 然後再縫上去 變成擺這個裙子 是不是 是啊 爺爺你好厲害啊 沒法 我也想想 這個綠色的吧 爺爺 那這個綠色的 就把這個袖子 戴幾個折吧 做成那種泡泡的那種公主袖 你覺得怎麼樣 可以啊 那這個 這個無袖的 那就把這個袖子剪下來 做成無袖的吧 這樣穿起來人很瘦的 想不懂你這個想法 也挺不錯的耶 爺爺爺 我們開始吧 好 我來幫你啊 來 你把手機給我給我 來 開這個 手機 喝水 謝謝高叔叔 老闆 你怎麼現在開始 改做女裝了 還有玩笑 我以前啊 也是做旗袍做女裝的高手 只是因為啊 繼承了這個西服店 所以我就沒再碰 那我們店裏邊 只做西服不是太可惜了 為什麼不改一下 男裝女裝一起做呢 你會做女裝啊 不會不會 那你要我一個人做 誰幫我呀 你這不把我累死啊 可是 真是 光做西服 不怎麼掙錢嘛 啊 現在西服店的生意 不好嗎 沒有 你別聽她那邊亂講 那滿腦子就是裝的錢 哎 小薛啊 這些衣服是你的呀 哦 不是 是雨昕小姐的 我讓爺爺看看 怎麼改一下 改好了 如果她喜歡的話 就可以拿回去穿 不喜歡的話呢 就可以爺爺放到我店裡賣 你的電 你的電 是網店了 網 是 什麼叫網店 網店 就是網路上的商店啊 哦 就是可以坐在電腦前面 打開電腦 衣服就自動送上門來了 這麼方便啊 哎呀 沒想到小菊這麼敢是嗎 現在網店可是很流行的哦 哎 那你的店裡面 就是賣這些裙子 哦 不是啦 這個是雨捷他們出的主意 哦 賣些二手的 名牌的衣服 包包 還有手飾什麼的 嗯 他們兄妹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 所以呢 有很多名牌衣服 都不穿了 嗯 就鼓勵我 開了這麼個店 這樣也可以不浪費啊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你那個什麼網店 是不是 什麼東西都來賣啊 對啊 對了高叔叔 如果您有什麼 閒製物品的話 也可以放到我網店裡代售的 這樣也行 嗯 哎 老闆老闆 你看我們現在小菊講話 多有一副老闆娘的牌頭 這做什麼像什麼啊 哪有啊 可能就是嘛 哎 對了小菊 那你可以把我們的西服 也拿到你店裡面去賣啊 哦 對啊爺爺 我們可以用照相機 把西服拍下來 顧客喜歡 如果買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跟他送到家裡去 如果在外地的話 我們就可以跟他快遞過去啊 我這些西裝還可以賣到外地去 當然啦 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呢 這倒是個好辦法呀 你怎麼來啊 我可是冒著生命危險來的 怎麼了 我媽知道我們的事了 啊 今天是星期天 我媽知道我不上班 所以她都不讓我出門呢 還好是大姐找個藉口 拉著她去美容院 我才階級溜出來的 我剛才去了一趟小局那邊 然後把衣服都給她送過去 所以 我們現在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看來 你媽對我真的很不滿意 哎呦 只要是我們自己找的對象 她都不會滿意的 她就是沒有寫歌 不管她 天磊啊 我覺得 只要我們兩個能在一起 那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 你媽媽好像對我也不是很滿意啊 不過沒關係了 我可以慢慢來 不著急的 一心 謝謝 天磊啊 哎呦 我的天啊 沒事沒事啊 那個媽就說那廚房燈壞了 你去給我換一下 哎哎哎 這也不關嘛 不是 這個小天啊 都沒進來啊 這 你说我最近怎麼了 我怎麼天天看著那麼皺麻的場面啊 媽你怎麼了 碰到你哥跟雨昕的清热 你说这俩人啊 因为你清热你关个房门啊 尴尬死了 坚持 我说媳妇啊 你赶紧吃一些拜火的东西 要不啊 该长睁眼了 行了啊 你少在我面前跟我公公清热一点 我比吃什么拜火的药都好使 雨昕 不过 我觉得这个雨昕好像 还真的挺 挺单纯的 你说今天到我们家来 这一来了就进厨房给我打招呼 就好像昨天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要不是他们家那么有钱啊 我还真的挺喜欢他们的 我是怕你哥吃不住他 妈 你这逻辑好奇怪啊 这雨昕姐家有钱又不是错事 才说呢 她忍好就行了嘛 就是 你们看看 这就是雨昕送给我的 好看吧 你看 奶奶 你这是钻石项链 而且好几颗呢 我当然知道是钻石的了 我说我不要 她非要给我还给我戴上了 妈呀 她说呢 我对她好 她呢 是孝敬我 我说呢 我说怎么那么奇怪啊 天天说人家好话 原来是拿了人家的好处吧 她嫉妒了 她嫉妒了 瞎说什么呢 我才不稀罕呢 妈 妈 好漂亮啊 是吧 太漂亮了 老板的手艺太出色了 这条裙子金老板这么一改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小夕啊 如果雨昕小姐不想穿的话 你就拿到店里面去卖 价钱应该不错 以后有什么衣服啊 你就拿来给爷爷改 爷爷什么都帮你改 那怎么好 老是麻烦爷爷呢 那爷爷以后 我干脆帮您付点费用吧 你要这样的话 那你以后都不要来这里找爷爷了 爷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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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啊 也别互相客气了 以后小姐都来店里边帮帮忙 那不就行了吗 反正她现在也没有工作 你胡说什么呀你 你赶快出去帮我买一些 春河糖的凉茶来 快点 冰一点的啊 好好好 小姐 我跟你说啊 你不像天磊 天磊从小啊 在我这里学会一些手艺 可是你什么都不懂啊 没事爷爷 不懂我可以学啊 爷爷如果不嫌弃我的话 可以交给我一些最基本的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以后天天来帮爷爷的忙 那可是你不是那个店怎么办啊 不耽误的 网店是不需要开门关门的 不过看重的话 可以直接把它拍下来 晚上我也回去可以处理啊 好 而且我可以把计算机带来 一边看店 一边帮爷爷的忙 我这个破烂小店 也没什么忙好帮他 一点都不忙了 那就让我来过来陪爷爷呗 爷爷有我陪着说话姐妹 难道不开心吗 开心 当然开心哪 我是这天磊他妈呀 就不让天磊跟着我 天会呢又爱玩 你想还有个永邦跟着我 你可惜 爷爷 那就让我来代替永邦哥 问您做点事情好不好 好 当然好 我的怪孙女啊 以后辛苦你了 还说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啊 好 行 你怎么办 快 你怎么办 我 Dogs 感谢观看